中美关系在今后的两个星期中 将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高压力高风险的时期 而且试经时主要就是看 这个佩洛西到底去不去台湾访问 大家好 我是高志凯 欢迎收看高谈伯论 今天我们谈谈中美两国元首电话峰会 大家知道昨天晚上 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打了电话 中美两国国家元首有太多的是要讨论了 有些问题是有全球的国际性的影响的 举例来说乌克兰战争的问题 气候变化的问题 粮食危机的问题 经济危机的问题 能源危机的问题等等 这些事不仅仅涉及到中美两国的利益 也涉及到全世界全人类的利益 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 如果中美双方不进行密切的合作的话 就是一步将其 没有办法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中美两国国家元首就这么多的双边和多边的问题 电话会晤交换意见本身非常的重要 因为可以使得两国减少或者避免误判 也可以让全世界都感到放心 因为他们看到中美关系现在非常的困难 非常的严峻 有很多的挑战了 但是两国国家元首还能够进行电话沟通 交换意见 这一点我觉得对于世界局势本身也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根据中美双方公布的消息 拜登总统一而再三的强调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化 美国不会破坏改变他的一个中国的政策 这一点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 尤其是在中国美国就佩洛西议长 是不是真的去台湾进行访问这一件事情上 现在都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但是这个拜登总统就台湾问题多次发表过一些 出而反而 他还深经在东京的时候讲过 如果台湾海峡发生什么什么事态的话 美国会出兵来保护台湾 保卫台湾 但是后来美国国务院美国军方赶紧纠正了 他的这种错误的言论 所以拜登总统也好 美国政府也好 他就台湾问题的真正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还要仔细的观察 所以在今后两个礼拜时间里边 有一块重要的试经史 也就是说佩洛西到底去不去台湾访问 如果他不去 就表明他和他的支持者 最后还是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没有火上加油去台湾访问 那也就是证明拜登总统及其政府 一而再三的说 说他们还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不愿意在这个几顾眼上 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是真的兑现了 但是如果在今后的两个礼拜 佩洛西率领着庞大的众议院和国会的 两党领袖代表团去台湾访问了 那就表明什么呢 拜登总统及其政府 关于一个中国的立场的表态 没有兑现啊 他甚至是不是跟佩洛西在一起 在上双簧呢 我们之间一定要把这个事谈清楚 而且如果佩洛西去访问的话 在这个几顾眼上 中国方面绝对不答应 所以说中美关系 在今后的两个星期中 将是一个非常严峻的 高压力高风险的时期 而且试经时 主要就是看这个佩洛西 到底去不去台湾访问 那我们一定要问 在今后的两个礼拜 佩洛西会不会真的去台湾访问呢 根据从台湾岛内传来的消息 说他们还在准备佩洛西 要率领庞大的国会代表团 两党成员都参加去台湾访问 所以台湾方面还是在抱着希望 佩洛西要来准备 欢迎佩洛西 佩洛西本身到今天为止 没有宣布他要去台湾访问 但是他的这个飞行路线 非常的可疑啊 因为他现在说的是 先去日本 然后从日本飞向印度尼西亚 然后再到新加坡 然后再返回美国 但是从日本飞向印度尼西亚的路上 突然之间他如果在台湾降落了呢 另外一个他会不会真的鼓励台湾岛内的一些台独分子 在台独的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睁大眼睛啊 我们国内有些网上说如果佩洛西一定要去 我们可以派战机派无人机去半飞 然后呢甚至跟他一起降落在台湾 在降落的过程中给他造成什么什么样的压力啊等等 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但到底能不能做啊 是另外一个问题 而且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后果呢 或者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也是值得考虑的 当然了 不管怎么样 如果南希佩洛西对台湾进行访问 我们这边无所作为 无所表示 无所努力的话 我们也站不稳脚啊 因为为什么呢 南希佩洛西如果对台湾进行访问 是真正的实质性的挑战了一个中国的立场 实际上是在推动台独方面 迈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错误的一步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南希佩洛西 作为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去台湾访问成行的话 大家要做好准备啊 西方很多国家 他们的参议院议长 众议院议长等等 可能接踵而来啊 他们纷纷要去台湾访问啊 他们说南希佩洛西去台湾访问 已经构成了一个先例 你中国方面也没有什么表态啊 也没有什么作为啊等等 我们也要去 那这样一来的话 就很麻烦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待南希佩洛西 所谓的对台湾进行的访问 不仅仅是他一个议长进行的访问啊 他如果得逞了的话 有可能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这对于我们中国 一个中国的立场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 这个严正的立场 可能会构成更大的伤害 所以中美两国国家元首 进行电话会谈 是非常重要 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 但是今后两个礼拜 才是最关键的时刻 因为如果佩洛西去台湾访问 或者他决定不去台湾访问 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 都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而且呢 如果他去台湾访问的话 对于中国如何 何时用什么方法 实现台湾统一 也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一定要严加防范 提高警惕 在今后的两个礼拜 一定要密切关注 佩洛西的一举一动 严防他对台湾进行 所谓的访问 而且一定要采取 必要的有效的果断的措施 制止或者阻止 他对台湾进行访问 而且呢 一定要严正的表明 我们中国的 一个中国的立场 绝对是不容践踏 不容被冒犯 今天就聊到这儿 感谢大家继续收看 关注支持 转发 评论 高谈博论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聊